賽場與戰場 奧運背後的較量 奧林匹克賽事 搞定政治上的進攻和蚕食 從強盛轉向衰落 單秒絕殺 史上最具爭議的籃球風波 狹陸相逢蘇美的爭霸之戰 相互抵制 東西方陣營劍拔弩張 一場政治和軍事的較量 對俄孤立重要的內容 被世界拋棄了 鳳凰聚焦 奧運背後的冷戰 正在播出 歡迎收看華潤鳳凰聚焦 奧運賽場上 選手們以實力較量 而與之交織的 還有國家之間的名爭暗鬥 尤其是大國之間的交鋒 令純粹的體育與政治 搭上了扯不清的關係 一路走來奧運比賽背後 國與國之間的恩恩怨怨 留下哪些令人無奈 甚至讓人擇舌 或者是啼笑皆非的故事 2024年 巴黎奧運會已經進入了尾聲 體育強國 俄羅斯並沒有被國際奧組委 允許參加本屆奧運會 這是俄羅斯第二次 不能以國家的名義參加奧運會了 上一次是俄羅斯 被國際體育仲裁法庭判定 違反反興奮劑中心規定 俄羅斯運動員 只能以俄羅斯奧委會的名義 參加2021年第32屆 東京奧運會 獲得獎牌後 只能升奧運會會旗 奏奧林匹克 宋哥 巴黎奧運會 俄羅斯遭到了美國為首的 約40個國家的聯合抵制 根據美方的說法 之所以抵制俄羅斯參加奧運會 最主要的原因是俄羅斯 發動了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 同時美方也擔心 俄羅斯體育界存在的興奮劑問題 會給其他運動員和國家 帶來不公平的競爭環境 俄羅斯你只有中立的運動員 就是自己宣佈不支持 俄羅斯的戰爭政策的 才可以去參加奧運會 其實就剝奪了大部分 俄羅斯運動員出場的機會 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它沒有讓俄羅斯 派出自己的隊伍參賽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這個西方的輿論跟政府 上他們西亞的結果 現在世界上我們都知道 有兩場重要的戰爭在進行 一個在烏克蘭 另一個在加沙 為什麼只有俄羅斯被競賽 但是以色列可以如常參加奧運會 體育雖然是不應該受到 大國關係的影響 但事實上我們看 從有了奧林匹克運動以來吧 可以說體育實際上也是成為 大國競爭的一個重要的一個舞台 抵制或者是拒絕在某個國家參會 那麼也成為這個國際政治中的 重要的一個環節 對俄羅斯的制裁 實際上這是一種政治態度 也是一種對俄孤立的一個重要內容 美俄兩個大國之間的較量 從蘇聯時期開始就從未間斷 上世紀40年代冷戰開始 作為東西方兩大陣營的代表 美國與蘇聯長期處於對峙狀態 雙方在政治 軍事 科技等領域 不斷擴大競爭 這一時期 美蘇兩國在體育領域的角力 也通過奧運會賽場 表現得更加強烈 1952年 蘇聯代表團第一次出現在 奧運會賽場 此時距十月革命已有三十多年 蘇聯之所以姍姍來遲 是因為當時的蘇聯領導人認為 奧運會是資產階級的活動 不屑於參加 二戰後 隨著奧林匹克運動的發展 蘇聯逐漸認識到 這是一個重要的國際舞台 同時希望有朝一日 能在這個舞台上 與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 一決高低 基本主義的美國跟社會主義蘇聯 他們都希望在不同的領域 去展示自己季度的優點 他們除了在軍事 政治以外 在科學 藝術 體育運動 特別是奧運會 也是兩邊去競爭的平台 1952年 奧運會在芬蘭赫爾辛基舉行 當時蘇聯派出了一支 由295人組成的龐大代表團 社會主義老大哥的奧運會 處女秀可謂一名驚人 一舉奪得22枚金牌 30枚銀牌 19枚銅牌 位居金牌把刺襲 儘管蘇聯軍團的金牌數 比美國的40枚少了近一半 但兩國的獎牌總數都為70多枚 基本處在同一檔次上 從此 奧運賽場 進入了美蘇爭霸的時代 當時蘇聯社會主義體制 在調動國內一切資源方面 具有獨特的優勢 此外 蘇聯還有國力強大 幅員遼闊 人口基數較大等有利條件 這些因素使得蘇聯很快縮小了 與美國在體育上的差距 1956年墨爾本奧運會 蘇聯一舉反超美國 以37枚金牌的成績 成為奧運賽場新盟主 此後幾屆奧運會 蘇聯與美國輪流佔據著 奧運會金牌榜 撞遠 榜野之位 在冷戰期間 雙方不能夠在戰場上真正一較高低 那麼其實奧運會就是他們作戰的舞台 蘇聯和美國在奧運比克上的 這種競技啊 有得說是一種實力的一種展示 就是國家制度上優越性的一種競爭 展示自身在全球政治中的這種軟實力 文化上體育 都是大國競爭 展示其影響力的一個重要的手段 1972年9月10日 奧運會籃球決賽 在慕尼黑奧林匹克體育館舉行 當時有些人會認為說 蘇聯會不會在這種情況下會竊場 但實際上蘇聯這邊卻希望能夠爭取勝利 這籃球是美國的一個傳統的優勢項目 但蘇聯恰恰是希望通過這種國家機制 訓練機制 試圖要打破美國在這方面的壟斷 證明蘇聯在科學 在文化教育等領域 它這個社會制度優勢 要更優秀一點 從1936年柏林奧運會到1968年墨西哥奧運會 美國連續7次獲得男子籃球冠軍 蘇聯籃球隊從1952年參加奧運會後 一直不敵美國隊 可以說 賽場內外 蘇聯都憋著一口氣 也因此美蘇雙方賽場上的火藥味 愈發濃烈 考慮到美國的觀看需求 慕尼黑奧運會的這場南籃決賽 被安排在當地時間夜裡11點45分進行 球迷和觀眾都等著美國隊衛冕冠軍 在此前 美國曾經數十次戰鬥蘇聯隊 確實它具有很強的優勢 當時一般人都是看好美國籃球隊的 但是蘇聯隊的運動員得到了 比較好的訓練 具備自己一定的實力 蘇聯隊和美國隊狹路相逢 這一場籃球的決賽 也真的成了一個蘇美的爭霸之戰 事實上在當時 美蘇之間導彈可以較量 衛星可以較量 但沒有人認為 籃球比賽蘇聯可以戰勝美國 從1952年開始到1968年 蘇聯隊在五屆奧運會中 拿到了四枚銀牌一枚銅牌 總計六次輸給美國隊 其中包括1956年 奧運會兩戰美國 總計輸了64分 慕尼黑奧運會 難難比賽進入決賽後 慕尼黑慘案突然發生 當時蘇聯曾希望 藉助恐怖襲擊事件 作為藉口推出比賽 他們甚至已經準備好了 電報跟發布會 但最終 蘇聯主教練康德拉辛 還是選擇了比賽 慕尼黑慘案 實際上他也是背後 在圍繞巴勒斯坦的地位問題 圍繞這個耶路撒冷 實際上是他代表著 兩種不同的這種政治勢力 那麼以色列的意志 是受到美國的支持 西方國家的支持 而這個阿拉伯世界 是當時蘇聯比較支持的一派 和慕尼黑慘案 所帶來的一系列的 這種安全上的 國際政治上的一種衝擊 使得蘇聯最後將它退彩 某種程度上 是對巴勒斯坦來的一種聲援 在當時可能有蘇聯的官員 會認為不打可能比打更好 如果打的話 可能最後輸了的話 對於自己本國的民心士氣 可能都會有影響 還不如我們借黑九月組織的襲擊 我們就退賽了 當時他的主教練 是力主要打這場比賽的 而且球員也士氣很高 都很團結 如果他們能夠在比賽之中 戰勝美國的 其實正好可以反映 蘇聯各個加盟共和國之間的團結 使蘇聯它的籃球運動 達到巔峰的時刻 所以蘇聯最後覺得 還是應該讓這支球隊去參加比賽 這是國際籃球歷史上最傳奇 也是最具有爭議的比賽 蘇聯隊身著紅色隊服 而美國隊則為白色 當時的媒體形容 這是世界最強壯的 爭奪霸主地位的兩個國家在戰鬥 隨著哨聲響起 比賽開始 也許是美國隊驕傲自負 蘇聯隊從第一節開始 就一直壓制著美國隊 在半場結束的時候 以26比21的比分領先 此後雙方你來我往 比分緊咬 對 在比賽時間還有20秒左右時 48比49 美國隊僅落後1分 此時氣氛變得異常緊張 美國球員喬伊斯在斷掉 蘇聯隊的一技傳球後 隊友柯林斯借機抓到球 在他將球送入籃框前 蘇聯隊員防守犯規 此時的比賽時間還有3秒 柯林斯有兩個罰球機會 罰進一個則追平 罰進兩個 美國隊就能領先一分 隨著他兩罰權重 美國隊和所有支持的觀眾 都歡呼起來 但故事並未就此折述 美國隊罰球後 蘇聯人迅速發出底線球 時間僅剩1秒 但裁判卻名少 終止比賽 理由是 蘇聯隊在美國隊罰球期間 叫了暫停 比賽重新開始 蘇聯隊剛剛把球發出 中場哨就響起 鬆了一口氣的美國人已經退場 可是沒過多久 他們又被叫回場上重新比賽 裁判給出的理由 是在那次發球前 計時中沒有被準確地回波3秒 比賽繼續3秒的時間 蘇聯球員艾德斯庫在發球線上 長傳給亞利斯山大被我顧 隨著一技投籃 蘇聯隊完成了對美國隊的絕殺 比分鎖定在了51比50 美國隊迅速訴諸裁判 裁判委員會這5個裁判 3個是蘇聯這邊陣營的 匈牙利 古巴和波蘭 另外2個是美國那邊的 就是西方陣營的 就是波多利哥和意大利 結果最後投票的時候 果然就是3比2 因為裁判也有可能是 根據專業的角度來判的 也可能是根據他的陣營角度來判的 最後判蘇聯隊獲勝 因為極具爭議的最後3秒 世界藍壇霸主美國 被擠下了最高領獎台 他們不想成為冠軍的陪陣 於是就有了這張著名的照片 體育館上空飄蕩著美國國旗 而頒獎台上卻不見美國人的蹤影 這是奧運史上首次出現 亞軍領獎台上空無一人的一幕 時至今日 美國隊的這12塊銀牌 一直無人認領 過去了50多年 他們依舊被放置在瑞士的 洛桑國際奧委會的收藏室 1980年蘇聯獲得了奧運會的主辦權 主辦城市為首都莫斯科 對蘇聯來說獲得主辦權來之不易 早在1970年 莫斯科就提出舉辦奧運會的申請 但由於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阻撓 輸給了加拿大的蒙特利爾 1974年10月 蘇聯莫斯科和美國洛杉磯 兩個城市申辦 第二十二屆夏季奧運會 經過一番緊張激烈的投票之後 國際奧委會將名額給了莫斯科 為了辦好這屆奧運會 蘇聯耗資90億美元 蘇聯希望借助這屆奧運會 樹立起自己更大範圍的國際影響力 當時是蘇聯跟西方國家競爭的時候 那它可能就會首先考慮的是 陣營政治的這種競爭 然後才能考慮是其他條件 比如說競技條件 還有舉辦賽事的一些資質 一些條件 所以奧運匹克委員會投票 本身就是一個要拉票的一個過程 誰的國家的影響力大 誰就最有可能得到 奧運匹克運動會的舉辦的機會 蘇聯雖然是一個 一個崛起的一個超級大國 但是在發展中國家 特別是在一些第三世紀國家裡頭 它的影響力有的時候 可能未必能夠跟西方國家相比 莫斯科奧運會的舉辦時間 正是美蘇冷戰爭霸 對抗最為激烈的時期 上世紀70年代後期 至80年代初中期 雙方相互驅逐外交官 相互關閉對方的總民館 相互抓捕對方間諜的事件 屢見不鮮 1979年12月 蘇聯軍隊兵分兩路 對阿富汗發動突然襲擊 7天之內 攻佔了阿富汗所有重要城市 完成軍事佔領 並扶植建立了 金蘇傀儡政權 這一事件 使許多國家開始抵制 莫斯科奧運會 1980年元旦前夕 美國總統卡特發表聲明 如果蘇聯不從阿富汗撤軍 美國將抵制莫斯科奧運會 我已有訊息 奧運會 對阿富汗的軍事 在阿富汗的軍事 也沒有美國人 也沒有我 會把奧運隊送到 奧運隊去墨斯科 2月初 美國總統顧問卡特勒 向國際奧委會主席 基拉寧表達了立場 要求國際奧委會 推遲或取消奧運會 甚至提議把主辦國 換為希臘 但這一建議被拒絕 就此奧林匹克運動 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抵制活動 拉開了序幕 抵制風潮很快蔓延開來 最終美國 聯邦德國 加拿大 日本等60多個國家 沒有參加莫斯科奧運會 英國 法國 義大利等國家的 運動員以個人名義參賽 1979年的時候 蘇聯推翻了阿富汗的政權 並且建立了 卡爾麥勒的傀儡政權 這一點確實被世界上很多國家 所詬病 美國就利用這一點 把政治殆盡的體育 表示因為這個原因 不支持在蘇聯參加奧運會 所以這樣美國和它周圍的一些國家 就是跟它結盟的一些國家 選擇了不去參加奧運會 還有一些其他的國家 因為看到有這樣的抗議 所以他們也認為 蘇聯入侵阿富汗是不對的 於是他們也抵制了這次奧運會 對美國如果是真能抵制成功的話 或者是取消蘇聯舉行的 奧利匹克運動會的話 那對西方世界來說 那無疑是一個 外交上的巨大的一個勝利 來證實蘇聯被孤立了 被世界拋棄了 值得一提的是 莫斯科奧運會本應是 中國重返奧運大家庭的 首次亮相 但當時的中蘇關係趨於冰點 中美剛剛於1979年1月1日建交 因此中國也加入了 去抵制莫斯科奧運會行列 1980年代正好是蘇聯 它從強盛轉向衰落的一個時代 那麼這時候東西方對峙 兩方的陣營都在爭取中間力量 那麼中間的一些國家 也會表達自己的心向莫斯科 還是心向華盛頓 到70年代後期 我們重新加入到奧運會的大家庭 出於國家安全的角度 我們在這件事情上面 站在了正義的一方 而且因此而抵制了 當時的莫斯科奧運會 70年代的時候 中國跟蘇聯基本上就是一個分裂的情況 美國看到中國跟蘇聯的關係鬧得不好的時候 就用這個機會來跟北京的關係很大的改善 到這個70年代末 還有就是跟台北斷交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唯一中國的核發正傳 所以到1980年的時候 中國大陸跟美國的關係已經是比較友好的 1980年7月19日 莫斯科奧運會正式開幕 在奧委會當時承認的147個國家和地區中 只有81個國家和地區代表團 參加了這屆奧運會 賽場上 蘇聯首次參加了全部大項比賽 由於缺少了美國等勁敵 競技水平大打折扣 蘇聯共獲得了80枚金牌 總獎牌數195枚 位列金牌榜和獎牌榜第一 在8月3日的閉幕式上 按照慣例 會場上要升起下屆奧運會主辦國的國旗 但由於美國的抵制行動 莫斯科一反慣例 沒有升起美國的國旗 只是升起了主辦城市洛杉磯市的士旗 沒有升起美國的國旗 而只升起了洛杉磯 也就是下一屆奧運會的士旗 實際上蘇聯是在表示自己的一種委屈 因為在1980年的時候 當時同時也在美國舉行了冬季奧運會 那麼蘇聯當時派隊伍到美國去參加的 就是希望通過奧運會的方式 緩和與美國的關係 因為他進攻阿富汗以後 當時美蘇雙方出現了比較尖銳的對立 這時候他已經派了隊伍去了美國 去參加冬季奧運會 他認為美國應該也給他面子 也會派隊伍來參加 但是結果美國並沒有給他對等的機會 於是在最後結束的時候 他一方面是沒有升起美國的國旗 另外一方面 當時他的移動是一個熊 他在最後的表演之中 也流下了一滴眼淚 表示對於這次奧運會的遺憾 他在外面出現 到處見 到處見 Доbus 晚安 1984年 第二十三屆奧運會 如約在美國洛杉磯舉行 此前美蘇雙方圍繞奧運話題 展開唇槍舌戰 達數月之久 蘇聯先是指責 美國設置種種障礙 在國內煽動反蘇氣氛 企圖阻撓蘇聯運動員參賽 隨後 蘇聯以安全問題為由 拒絕參加洛杉磯奧運會 跟隨蘇聯的民主德國 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 也以各種理由宣佈 不參加本屆奧運會 時隔四年 蘇聯要報美國抵制 莫斯科奧運會的一箭之仇 蘇聯在1984年抵制了 洛杉磯奧運會 它的理由是認為蘇聯運動員 到了美國得不到安全保障 而這個理由其實比較牽強 現在看起來它其實就是一個 對於美國不參加 莫斯科奧運會的一次報復 華約成員國在外交政策上 安全政策上是必須要挺莫斯科的 我們都說美區名為華約成員國 實際上就是蘇聯所領導的 最緊密的這種軍事同盟 華約作為北約的對手 可以說在政治 安全 安全 外交等方面 跟蘇聯都有很緊密的這種合作 所以當蘇聯老大哥說了 華約成員國必須要遵守 這屆奧運會一共有 來自140個國家和地區的 7000多名運動員參加了比賽 在失去了蘇聯等體育大國 強大對手參賽的情況下 美國成為洛杉磯奧運會 最大的贏家 共奪得83枚金牌 搶牌總數174枚 也就是在這屆奧運會上 中國設計運動員徐海鋒 以566環 奪得男子手槍60發漫射冠軍 為中國隊取得了第一枚奧運金牌 本次奧運會中國代表團 共收獲15枚金牌 位居金牌榜第四 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會 儘管受到了蘇聯 和它的盟國的抵制 但是其實辦得非常成功 包括像中國 南斯阿夫 羅馬尼亞等等國家 那麼他們的參加 使奧運的精神 得到了更好的體現 也就是說人類無論存在 怎樣的分歧 那麼奧運會都是一個 和平的盛會和舞台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重歸奧運會之後 第一次參加了夏季奧運會 並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績 在87年代初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 蘇聯在世界各地 給人的印象是沒有美國那麼好的 雖然蘇聯也發動它的底劑 但是只有十多個國家 去參加這個底劑 所以一些社會主義的國家 也叫派運動員 去美國博山基參賽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 在87年代初 兩個超級大國 他們在國際的聲譽 是有不同的 1991年 蘇聯解體 作為蘇聯最大的繼承者 俄羅斯在奧運賽場上 表現依舊亮眼 在獎牌榜上 與美國競爭不斷 而在奧運賽場外 兩國的較量也是充滿硝煙 2008年8月8日 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 媒體拍到 正在觀看開幕式的普京 在接了一個電話後 槍頭轉向美國總統小布什 兩人交流了一番 普京表示 俄羅斯軍隊已經開始進入 南澳賽梯 打算展開軍事行動 小布什說你這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在格魯吉亞的內部 有一個小的地區叫南澳塞滴 南澳塞滴人卻想和北澳塞滴 北澳塞滴是在俄羅斯境內的 希望能夠跟他們合併 並且加入到俄羅斯聯邦 但是格魯吉亞顯然不同意 因為南澳塞滴在國際法上來說 是屬於他自己的領土 於是雙方就在這裡 發生了很激烈的矛盾 格魯吉亞之所以敢於和俄羅斯對抗 是美國和北約在背後的支持 本想借助普京參加 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時機 發起軍事行動 但俄羅斯僅僅用了五天 就將戰爭結束 儘管以美國為首的北約 多次說我不會東擴 但是這時候卻有意把格魯吉亞 納入到北約的體系中去 但北約有一個條件 就是你想加入我呢 你必須首先沒有領土爭端 於是當時的格魯吉亞當局 就想通過軍事手段 來解決這個問題 他選擇了什麼時機呢 就是選擇了北京奧運會 開幕的時候 這時候美國其實有一個承諾的 如果在這天發生戰爭的話 他們是會幫助格魯吉亞的 由於俄羅斯方面早有準備 在五天之內 既打垮了格魯吉亞的軍隊 並且控制了南奧賽地 這樣一來 格魯吉亞根本就來不及 向西方國家求救 而西方國家的支援 也根本來不及到達 回顧歷史 美俄之間的較量 從奧運賽場 到政治 軍事 經濟等多個領域 數十年來從未見斷 如今 從俄烏冲突到中東亂局 背後都有著兩個大國的身影 正值奧運 互相理解 友宜長存 團結一致 公平競爭的奧林匹克精神 何時才能回歸為其純粹的本質呢 奧運比賽已經進入了尾聲 各種大球 團體賽 包括各個代表團之間 總成績的排名 都進入了最後的爭奪 國家榮譽更成為關注的焦點 祝選手們都享受比賽 有不如使命 感謝收看今天的華潤 《鳳凡聚焦》 我是陳琳 再會